近日,中国女子艺术体操女神戴飞飞得到了一些媒体的关注与报道,已经39岁的她目前保持单身,虽然长相非常的漂亮并且颜值很高,但是依旧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结婚对象,这令许多粉丝觉得十分的无奈。 戴飞飞之所以在巅峰时期选择退役,其实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。戴飞飞这位运动员在赛场上取得过非常出色的成绩,得到很多媒体的报道与关注,不过在她最巅峰的时期,她黯然地选择退役,引起了很多的媒体关注。 当时戴飞飞并没有给出自己退役的原因,直到风声过去之后,她才在媒体面前表达了自己的心路历程。 当时她在队伍中进行训练,有一位教练走了过来,要求她进行一对一的集训。戴飞飞知道这样的集训大概不是什么好事,不想成为教练潜规则的对象。 戴飞飞拒绝了这次训练,随后被队伍打压,最终黯然选择退役。 在大家都认为她前途不可估量的时候,她出乎意料地选择退出体坛,让大家都觉得难以理解。 到底是什么原因,让这样一个优秀出色的运动员突然有这么重大的转变呢? 戴飞飞曾被公认为是体坛第一美女,1983年2月7号出生于南京,从小就是个小美人,性格上争强好胜,不轻易服输。 父亲见她这样,便有意培养她,送她报各种兴趣班。 七岁时,一位艺术体操老师发现戴飞飞有着不凡的潜力,从此戴飞飞就开始学习艺术体操。 1999年,16岁的戴飞飞在全国艺术体操冠军赛中,在三次比赛中均获得冠军。 就在大家期待这个斩头露面的美女能有更多成绩时,她却在2002年突然宣布退役,给自己的运动生涯画上一个句号。 为什么她会这么做呢?难道她突然讨厌体操,不愿意再发展下去了吗? 显然不是这样,如果真的不喜欢,从7岁开始到19岁中间,有12年的漫长的时间,她应该早就放弃了。 不必非要等到这个时候才离开。 实际的原因其实让人很无奈。 因为戴飞飞1米73的高个子,细腰长腿,身材一级棒,脸蛋又精致漂亮。 这让她的男教练动了歪心思,让戴飞飞去她家给她做私人指导。 聪明人一听这话就知道是什么意思,这明显就是教练想潜规则下面的学员。 为了保持自身的清白,戴飞飞开始躲避这个教练,最后为了防止出现其他意外, 她忍痛割爱,决定放弃自己苦苦学习12年之久的体操。 退役后的她也曾很难过,可这个坚强的姑娘没有放弃自己,体操这条路走不下去,那就换条路,同样可以成就自己。 她进入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进行学习,提高自己的学历和见识,最后拿到了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广告系和艺术系的双学位。 相比那些跟很多男明星传出绯闻的女艺人,她的感情生活一片空白,至今都没能有一个跟她共度余生的另一半。 上天赋予她美丽的外貌,她没有迷失自我,懂得怎么去经营自己,是个不世俗有规则底线的好姑娘。 也许她这一生都会这样平淡下去,但是她不被世俗沾染,纯净的生活态度值得我们学习。 祝愿她能早日找到那个她,配上她干净的灵魂,护她一生周全。 祝愿她的灵魂,护她一生周全。